大家好 今天的正式咖啡屋是开不成了 我的牙实在是太痛了 所以我跑到外边来量一块量快吧 有可能是因为这几天天气太热了 我本来一般牙痛的话 我练功可以压下去的 可是今天实在是压不下去 你看 这个就是比利时的一个 靠北边的一个城市 你看 平时这个地方会有很多人 但是现在因为 中共肺炎的病毒的流行 没有多少人在外边 而且现在在比利时出门都要戴口罩 这个国家你看 他们没有高山 他们很平 所以就盖教堂 处处是教堂来改变一下 天空的风景 OK 不过也将就了 也就当作是一座大山吧 他们也没有大江大河 没有咱们的长江黄河珠江 黑龙江什么等等 这里江他们都没有 所以他们就建一个人造的喷泉 哎呀也了结了结了 有山了 这里是水 也有水了啊 所以坐满坐满坐一下 也是可以的 我自己呢 在这个国家呢 也就慢慢的 就觉得好像哈 这也是我的祖国了 我爱很多的民族 我爱上帝 我爱上帝创造的人 我爱上帝创造的民族 那么其中的也包括别律师 呀 Please go Thank you 真是这些人好礼貌 有个小孩看到我在这里录像 他本来要从这里走 因为他弯着腰走 好可爱的样子 所以我刚才告诉他请他走 好了 我希望我的那个牙痛的一会呢 就消失了外边的这个空气 新鲜一点空气 我们住在市中心 我实在是想想我小时候 在山里边的那个清新的空气 真是 将就吧 这就是现状了 好吧 不要山在福中不知福 OK 那就这样了 拜拜